原警在货柜厂内仔细检查一颗颗轮胎 没想到轮圈拿出来后 里头竟夹长了168包 重达89公斤的大麻花 检警调查发现 具有帮派背景的陈姓祖贤 长期利用毒品咖啡包 控制集团成员从事步伐 为了逃避警方追气 运毒过程多次临时变更领货人员及取货时间 企图试探警方行踪 我们宝山总队今年在接获一些线报 发现国内的某走私的集团 他遇走私这个毒品来进来台湾 我们针对我们进口货柜的资料 做上万笔的资料分析之后 发现一个幸存的犯险 他涉嫌重大 于是我们向海关来做密报登陆 在今年的5月9日的时候 在基隆关这边现场在货柜档里面发现了 在轮胎里面夹藏了168包 总共89公斤的这个大麻花的毒品的走私案件 于是我们立刻报请士林地检署来做指挥侦办 那我们陈姓专业小组针对这个案件开始溯源侦办 然后发现说这个陈姓的祖贤 陈姓祖贤他利用了他的小弟 他主要也有些帮派的背景 那他利用他的小弟当作人头 不断的变更小弟的人头 还有收获的时间来躲避警方的茶器 但在专业小组关检井三方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之下 最后还是在这个宜兰的山区 将陈姓的这个诚信组前来弃捕道案 那全案依危害毒品防治条例 来提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那检方也在日前侦查终结并起诉 警察署呼吁弃毒为政府的治安重点 那本署将落实新世代反毒策略 溯源断根毒品零容忍的政策 来防止任何毒品流入国类 为了追查幕后货主 警方当场逮捕前来领货的 王姓嫌犯等二人 后续借由关检井三方合作 历经两个多月溯源追查 顺利逮捕走私集团 陈姓嫌犯共7人 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移送侦办 并将嫌犯依法起诉 记者林席会以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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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